今天人气话题要带您关心 全台三级警戒再度延长 但是一到周末 宜兰各地还是出现好多游客 为了避免人潮涌入江西投城等观光圣地 宜兰警方也加强击查各大风景区 另外在宜兰南方澳也出现了人潮 像在南宁鱼市场 这几天都有外地游客来买鱼货 现场人真的太多了 让鱼会寄出总量管制 市场内的人数上限移动来到了70人 只要超过人数 就不得入内采买 市场内民众急在狭小走道 肩并肩挑选渔货 就怕民众买到忘我 把防疫抛在脑后 市场人员持续提醒民众 拉开距离 站远一点 不要太近了 这里是宜兰南宁鱼市场 周末两天一连出现采买人潮 市场只好寄出总量管制 人流上限70人 70人然后再来 五个出来 对 五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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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 台北 今天南宁放到这里是要 外地游客实在闷不住 不只来到南方澳 同为观光圣地的头城 也出现扯嘲 还有朝溪多个风景区 也陆续出现游客身影 警方加强击查 果然查获民众无视规定 擅闯管制区 三级警戒在延长 民众却仿佛自行解封 一旦防疫出现破口 只怕解封之日 遥遥无奇 这一栏中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